欢迎收看三老爷惊奇手杂志 老烟鬼传奇 上一回咱们说到救回了红丫头 老烟鬼一肚子怒火就要收拾彩婆婆 大雄见彩婆婆身后的小指人挡在了前面 挥拳就挡 可他这一拳打下去 却发现人不见了 他自己没看清 旁客看清了 他挥拳的同时 那指人呼的一下 就飘到了他身后 大雄忙回头去看 小指人一脚踢了过来 大雄伸手这么一挡 踢得他手臂生疼 刚向再次挥拳去挡 却发现慢了一步 指人已经挥拳向他打来 且出拳击垮 扎眼间十几拳就打在了他身上 大雄二百多斤的身子 也被打得仰向了后面 老烟鬼和刺头忙扶住大雄 谁也没想到一个小小不起眼的指人会这么厉害 刺头出主意说三个人同时动手 争取在彩婆婆致好伤之前就弄死他 打定了主意 有大雄在正面 老烟鬼和刺头从左右包抄 大雄卯足了进就是一拳 只呼的一下就躲了过去 同时窜下了刺头 打中刺头的同时借力又打向老烟鬼 老烟鬼知道拳套过来了 也干脆别躲了 应接他一下 借是好窜到彩婆婆跟前去 可指人这一拳警没有打在身上 红丫头给半路拦了 下来 他坐在炕上听刺头说指人怕火 就跑到厨房抄起了一根烧火柜 指人一箭手被点着了 刺烂一下把整条手臂都扯了下来 他那边一耽误功夫 老烟鬼可逮着了机会 飞起一脚踹倒了彩婆婆 老头打老太太的戏码 确实不太好看 可这彩婆婆的行为 着实惹恼了老烟鬼 指人一看老烟鬼要对彩婆婆下死手 就想过去帮忙 那红丫头能让他走吗 挥起烧火棍就扫了过去 指人往边上一闪 这一下没扫着 指人顺势绕到了红丫头身后 对准红丫头的脖梗就下了杀手 就在他要挨着红丫头的时候 飞来一根烧火棍 把他的手臂点着了 指人一愣神 红丫头又挥起了烧火棍 在指人的肚子上 获了一个大口子 紧接着又一根烧火棍 打在了指人的头上 打中指人的那两根烧火棍 都是刺头扔出来的 指人虽然厉害 可这世上就是一物降一物 遇到客户是一点招都没有 彩婆婆一直把指人当孩子 看着指人烧了起来 还流下了眼泪 老烟鬼也没管他那一套 挥拳就打了下去 彩婆婆把手往上一扬 从他的袖口中 飞出一只只老虎 呼的一下就变成了真虎 扑向老烟鬼 老烟鬼见识不好 往边上一滚 这一下算是没铺着 想不到这才婆婆的手段还挺多 红丫头不管那一套 知道老虎是指虎的 挥起烧火棍就捅 老虎往上一遇 没捅着 就见老虎一扭 屁股一甩 搜的一下把红丫头扫飞了出去 刺头见状把手里的两根烧火棍 全都砸下老虎 可还是被躲过了 那老虎后腿一蹬 凌空而起 扑向中楼 就在他扑到一半的时候 哗啦一声被泼了一身的水 来的是大雄 他泼的也不是水 而是在仓房里找到的汽油 大雄让红丫头把手里的烧火棍 扔到老虎身上 老烟鬼怕把房子点招 想然可是已经完了 烧火棍瞬间引燃了汽油 老虎周身被火焰包裹着 从窗户冲了出去 老虎解决了 三个人又向彩婆婆围拢了过去 彩婆婆显得极为痛苦 支撑着想起来 结果一栋弹额头上的兵掉到了地上 滴溜溜地打了几个旋儿 滑到了红丫头脚下 红丫头一脚就给踩了个稀碎 彩婆婆是又急又气 没了兵她的内火就要发作 活不成了 可她死到临头了 还想拉几个垫背的 她强撑了盘膝做起了法 可刚一运功 半边脸就变成了纸糊的一样 透过纸皮脸看到她体内像是折了火 感情这彩婆婆为了能长生不死 把自己的肉身变成了纸糊的 这也是她的大忌 转眼间彩婆婆的半边身子就折了起来 刺头感叹彩婆婆竟然把自己变成了纸人 老烟鬼呢担心火灰把她的两间房给烧了 彩婆婆周身被火包裹了下 她临死还是在袖中放出了纸笼 纸缝 纸蛇等物 那几样东西一除袖就变成了真的一般 可以都被彩婆婆身上的火给点着了 也没攻击老烟鬼等人 直接向上飞去 冲破了屋顶 升到空中 烧成了灰 老烟鬼正心疼房顶呢 听到身后哗啦一声水响 扭回头一看是秀贤拎了一桶水 浇灭了彩婆婆身上的火 只是彩婆婆已经烧成了一锥灰 红牙头的命保住了 可屋顶没了 得找人修屋顶 刺头借此机会希望老烟鬼能和她去趟县城 有人等着她救命 而想要救那个男的命 就得老烟鬼出手相助 至于要救的人 刺头说是一个当官的 到底是救谁 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见